好 消息就要來看到了 今天早上呢 楊姬投手王建民 早上呢 帶著太太跟小王子王彭彥 一到台灣了 來看到目前這是在機場的最新畫面了 而且劍仔呢 第一次也體驗到了 球隊這一次拿下了世界大賽的冠軍 冠軍券也是引人關注 欸 會不會帶在手上呢 趕快一起來看看 我們邀請在現場的記者戴秋蓉 來告訴目前的最新情況 秋蓉 好了 畫面上您可以看到呢 現在喔 劍仔已經帶著一家三口喔 這個甜蜜的亮相喔 那麼事實上呢 今天呢 是由她的太太喔 嬰兒車喔 是已經抵達到了機場 那麼不過呢 現在小寶寶啊 在這個嬰兒車裡頭喔 算是碎得香甜 那麼王建民剛剛事實上呢 也有談到說 其實喔 這次能夠帶著這個 愛妻還有她的心肝寶貝喔 叫王子來回到台灣 其實心情上呢 也是相當的開心 尤其呢 也已經談到了喔 有和他的這個月母喔 以及家人 都已經聯繫過 那麼月母也是非常期待喔 這個 還沒有親眼見到一個小孫子 希望呢 第一時間喔 就以看法來親自來抱抱愛孫喔 那麼事實上呢 這個王建民的班機賽10分的時候 就已經來抵達機場 其實這一次王建民呢 算是首度的一三口甜蜜亮相 在台灣這邊首度的曝光 不過呢 因為他是自己一個人拉著行走在前方 那麼呢 也是擔心黑體的狀況衝突 為了保護他的小寶貝 所以呢 這一次公關公司 還特別的來提醒所有的媒體 希望這一次的行程 抵達機場的時間呢 還不要來提早曝光 就是擔心萬一有球迷 一擁而上會來影響到 他的小寶貝的身體安全健康狀況 不過呢 就在剛剛抵台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的太太是親自推著 那麼裡頭呢 就是他們的小寶貝王童彥 那麼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形 現場交換 我們一播 好這是我們看到劍仔回國了 而且呢 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他也會召開記者會 對外來好好的說明一下 他這幾天的這個心情了 是我們看到劍仔回國了 好好的說明一下